水 咱们这个香菜籽可以收了 把这个香菜籽收一下 这个同胞的菜籽也可以收了 还起锅了 茄收了 这些放到边上去 现在我不要把这些 叫什么来着 这些叫什么菜 给它拔了 然后拔完之后我才打那个药 这个空气菜 终于可以吃了 这个要折掉的 不折它会下面长不好 折掉之后它就会长大了 给这些茄子 送出土 然后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咱们做个脆香排骨来吃 我买了这个三根排骨 花了60多块钱 平均下来20多块钱一根 然后现在要把这个给砍起来 砍起来 这个20块钱一斤 我不知道朋友们 那里接排骨多少钱一斤 好 再砍起来 砍快快 这有点大人 砍成两斤 我发现这个排骨卖贵了 它就把热都加在上面 接在地里盖内搞点骨头补骨 吃骨头补骨头 我这一把老骨头的 具油补骨一下 看这只要三根 但是也有半盆了 我们要这个给洗一下 洗掉泡沫 洗掉这个泡泡 水 雪沫 哇 这好厚的 这个汁 你看 这个热好厚 这热到时候用来切一点 我给它冲 冲洗 是 做这个要配点蒜 来点红蒜 给它拍一下 要红蒜 红蒜香一点 切碎 这个人搞的摄热很多很多 因为我看太厚的 我要给它改一下刀 太厚了 我不切 我怕一块炸不熟 这样 把这个全部放起来 你开始腌制了 花椒 料酒 酱油 蚝油 椰 来 加点白糖 给它抓起来 哦 还有蒜 这切好的蒜 都忘记了 腊椰汁几个小时 来点面粉 椰汁好了 给点面粉 再来淀粉 再来点红薯 再来点红薯 淀粉 这裹起来 裹起来 裹起来的 再炸 这叫脆香排骨 脆脆的 到时候吃起来脆脆香香的 这火燃起来了 我们现在要把火烧开就可以炸 加点水把骨洗干净一点 加油开始炸 能够这么多吧 炸几锅 下锅炸了 一块块的下锅 油温比较高 油温太高了 所以 有点多的 那个 这啥味 一来这 来 把这先捞出来 然后我们再复炸 油要复炸的时候 炸这个油温不能太高的 太高不行 先让它炸 这是我们第一次炸的 还没有炸完 量比较多 比较多 后面的好像都是瘦肉了 都没有煮出来 瘦肉也好吃的 低油温 低油出来了 大块大块的肉 这个油温烧热 我们下锅复炸 复炸的时候时间要短一点 不要太久 炸个20秒就过来 这样炸的话会脆 好 可以了 炸菜酒会焦焦的 这样就脆脆的 再让油温加热 我们再炸其他的 复炸第二锅 复炸的话就油温高 速度快 你看我这样炸的话 这种方法锅里面都没有炸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炸一块 好脆 小黑 给你啊 这最香了 再来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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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 给你来一起吃吧 好 这么脆这么香的排骨 一个人是改进 谁手抓 快点 快点 这种方法可以打鸡块的哦 来 我听到你觉得好像回来了 天下回来没 照他一起来吃 没关系 哪个子都一样 吃多吃点 香不香 香 今天在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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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拍照 该拍照 吃过了 来 该拍 该拍 这要炸得脆 有没有筷子 没有 我都接七次了 他是人的 他猪人的 人的 他知道 他知道 你那个门口是他家嘛 他就守着 守一下 才几天啊 没几天 四五天 真黑啊 眼睛都是黑的 确实都是黑的 牙齿是白的 太黑了 我看到那一块热是红的 其他都是黑的 鸽吃的像不像鸽 还有一些什么 啥 啥 太难学了 嘿嘿嘿 你会普通话就行 你教他普通话嘛 我教他苗语嘛 嗯 然后老可妈教他说那个黄平话 对 说他什么语也都会 你到时候再拿过来嘛 种起来 他可能来出 我没有的 那块骨头还正被他咬半了 咬成两半了 脆骨吧 我爱你 我爱你